大家好,我是玉秀阁茶摊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和各位茶友聊一聊 最近这几年兴起的老茶头和碎银子 那首先呢,咱们来强调一下 这个老茶头和碎银子 它其实不是一种东西 那么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老茶头 首先咱们来说说茶头 在之前咱们的视频当中 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茶头 割的茶也叫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在熟茶制作过程当中 由于它经过卧堆发酵的工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茶叶自身所含有的果胶 就会分泌出来 那么因为果胶是比较粘稠的 所以就会把一些叶子粘连在一起 形成一团一团的割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茶头 也叫疙瘩 在过去这个我们所说的熟茶制作工艺当中呢 这种茶头最终是要被挑出来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生产熟茶的一个副产品 或者叫做衍生品 因为这个茶头当中富含果胶 所以呢如果用它来冲泡的话 口感是比较甜的 那市面上所谓的这个老茶头 是不是这些茶头经过了很多年就变成了老茶头呢 这个我觉得是有待考量 第一个呢是因为过去在制作熟茶当中 一般是控制茶头生产量 很多的这个熟茶制作工艺 可能茶头的产生量只有不到1% 这个产生量少不代表这个茶头它很珍贵 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附属产品 所以在当时生产当中 大家都会用各种手段控制 让它减少产生 当年就很少有茶头产生 那么今天我们所谓的老茶头 那它的数量就应该非常少 可是市面上这么多的老茶头 都是从哪来的呢 老王也从很多的这个朋友当中了解了一下 那其实从工艺上来说 能够让它产生的少 那自然就有一种办法 可以在卧堆的过程当中 让它产生大量的茶头 这种茶头的产生 实际上是在卧堆的过程当中 控制这个加水的量 而使得这个卧堆在底层的茶 形成这种板结 外呢在翻堆和解块的过程当中 也保留这些板结 这样就形成非常多的茶头 虽然我们不能一下就否定 所谓的茶头是不能喝的 是个坏东西 但是呢 也对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老茶头 不能完全肯定 所以各位茶友 如果自己去买这个茶头 喝的时候 一定要辨别一下其口味 如果它的堆味特别重 甚至有一种嗖味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故意生产出来的这个茶头 那就不太推荐大家来喝 另外还有一位茶友曾经给我留言 问这个老茶头有没有储藏的价值 那我也问过很多的这个了解老茶和老茶制作工艺的这些师傅 那从这边得到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基本上呃 大家是不推荐去储存这个老茶头的 因为这个果胶浓密的包裹这个茶叶之后 基本上里面它的活性的这种霉菌和这个和氧气接触转化的机会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它可能储存之后所谓的味道转化也基本不存在 接下来咱们聊聊碎银子 那其实我们谈了这么多老茶头 这个碎银子其实长得很像老茶头 而且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呃 营销的商家会说碎银子是老茶头的精华 这里来说呢 呃 我得跟各位茶友提个醒 就是碎银子 它实际上是一种工业加工类的茶叶产品 面上很多的碎银子实际上是用这个茶叶的渣子或者碎的茶叶 通过这机器重力挤压成团之后 再切割成均匀的小块 然后抛光再增香啊 就所谓大家说的糯米香味啊 之后就形成了大家所说的这个碎银子 我自己也喝过一些这样的碎银子 呃 感觉它这个完全是泡不开的 所以我个人是不推荐大家去喝这个碎银子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关碎银子 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网页上的文章都是碎银子的这个溢美之词啊 说它是这个能够当银子用啊 过去来兑换银子用的 甚至有说它是这个老茶头的精华 一些实际上都是这个营销包装的一些词汇 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有人说它是过去茶马古道上可以代替银两使用 顾德明碎银子 熟茶工艺从1973年才开始有 那1973年之后才有的老茶头 才有的所谓的老茶头的精华碎银子 那它又哪来的跟银两所做交易服务 希望各位茶友多多点赞转发支持玉秀阁茶谈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